首饰在这个年代是很火爆的,不管是明星,群众,各种各样的人员都会佩戴首饰,在看综艺节目的时候他们都会在不经意间把自己所佩戴的首饰品暴露, 他们所佩戴的东西都是高档品,明星的消费水准,我们也都知道,因为从他们所佩戴的首饰,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我们都知道明星拍一场电影,会有不一般的酬劳费,可能人家一场电影所得到的报酬,是我们永远都不敢想的,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综艺节目的负责人也是注意着,生怕一不小心就录出来, 然后让别人以为是在故意告诉我们自己的首饰是多么的贵重,我的消费档次是多么的高,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就会在明星们首饰上做一些遮盖,不让观众朋友们看到,但是观众的眼睛是学亮的, 就在前些日子,一个节目上就捕捉到蒋琴琴所带的一条项链,看到之后很多人就说,好贵的首饰,想都不敢想了,陈建兵刚起床,一点都没有三个时间,直接去养鱼,这生活过得可真的是很养生, 有人就说了,这真是过假期呢,想去哪就去哪,想干啥就干啥,生活真是美滋滋,享受着生活带来的乐趣,大家可能不知道蒋琴琴现在是怀孕期间,所以肚子已经显出来了,就算这样,女人的天性也是不可抹去的, 女人嘛,爱美之心,人间有知,起床之后先把自己打扮得美美大,再说别的事情了,通过这件事,是不是也可观的告诉我们大家,女人显年轻,男人早显老,不要问我为什么,因为人家女人爱打扮啊,走到哪里都是要注意自己的形象的,形象永远放到第一位,将琴琴开始打扮了, 这不为一眼,就注意到了她陪戴的首饰,这条项链看你起来就价值不粉的样子,然后再注意她那项链的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她手上戴的首链也是很精致,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美,看到的观众真的是很羡慕,这种首饰什么时候我们也能上啊,我们注意到,由于是怀孕的原因,自己不太方便戴首饰,所以让老公放一下自己, 这家伙,本来就很是羡慕你的首饰了,你现在竟然还让你老公帮你带,这不是为了我们在座的一碗狗粮吗,看起来好恩爱样子,这碗狗粮我们先干为净,有人能够看出她所配戴首饰的品牌,那就是全国知名品牌Vanclisamp Autos翻译过来呢,就是范克亚宝,对于不知道的人,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 她大的这个狩猎,在国内是卖一万多元,在我们眼里可能是一个大数目,要买也是要很心咬牙,但是在人家眼里就是花一点零花钱的事情,真是不能比啊,人比人气死人,再看她的项链,同样的牌子,Poly Diamonds, 掉坠系列,这种系列里面都是钻石和白金,除了这两种没有别的,听了这两种物质,大家也应该知道它的价格不一般了,不然怎么会这么耀眼呢,国内卖五万多元,真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普通城市人员的金水也就是七八千元,大城市比如上海啊,北京啊相对高一点,但是也就一万多,跟这个项链比起来, 没有半年工资是买不起的,可是买得起,半年工资你舍得吗?那可是辛苦半年的成果,去买一条这样的项链,是不是也太奢侈了?不买不是因为责任,而是因为贫穷啊,哈哈哈哈